在中国历史上有数百位皇帝 如果要问唐中宗李显能排第几 大家肯定会说 倒数更合理吧 但从某些角度来看 唐中宗的确是最牛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 中成药里面有一味药叫六味帝皇丸 而唐中宗的外号就叫六味帝皇丸 大家肯定会疑惑 这外号啥意思 意思很简单 因为他自己是皇帝 父亲唐高宗李治是皇帝 弟弟唐锐宗李诞是皇帝 儿子唐少帝李重茂是皇帝 侄子唐玄宗李隆基是皇帝 最后他妈还是武则天 也是皇帝 而且是唯一的女皇帝 所以唐中宗绰号六味帝皇丸 这么看来 确实有理有据 让人信服啊 同时 这个超级皇帝家族内的关系 也是相当复杂 利益争斗盘根错节 可谓是相爱又相杀 所以 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唐中宗李显来说一说 这个超级家族 争权夺势的来龙去脉 下面分三个阶段讲解 第一阶段 故事还得从唐高宗李治开始说起 毕竟他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皇帝 而且又是这个家族争权夺势的开端 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后 李治继位成唐高宗 关于这个唐高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和武则天那段爱恨缠绵的不伦之恋 所以正是这两人的特殊关系进而揭开了这个帝王家族混乱不堪的斗争 就在贞观十一年 武则天被李世民召进宫中 被封为才人 这时候 李治还不过是个晋王 他和武则天的情缘还八字没有一撇 贞观十七年 太子李成前谋反被废 起初李世民原本打算让李太做太子 并要求他以后将皇位传给李治 李太不愿意 所以私底下去拿李治和谋反的汉王李元昌来往密切这件事恐吓李治 结果李治跑到他爸李世民面前告了一撞 这一告不仅把李太告倒了 还把自己告成了太子 李治成了太子后 李世民常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处理政务 锻炼他的能力 借着这个机会 李治得以和常常侍奉在李世民身边的武则天有所交际 郎才女貌的两人顿时暗生情愫 后来竟发展到私通关系 李世民在世时 常听到谣言说 唐三是后 女主武王带有天下 为此李世民杀了许多武姓朝臣 武则天虽然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得以幸免 但是在李世民驾崩后 还是被打发到了赶夜寺出家为民 李世民没有杀他 也算是对他最后的温柔 李治继位为唐高宗以后 依然时常想念武则天 借着李世民继日到赶夜寺进乡的李治 再度和武则天相遇 两人相见之时 顿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可是由于李治还在扶桑 他因此没有办法把武则天带回宫中 这时候 早已看出端倪的王皇后 于是趁机建议 让李治把武则天接回宫中 他这么做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虽然是皇后 却没有子嗣 而这时候的李治正迷恋着另一个妃子 萧淑妃 所以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击萧淑妃 他的建议正合李治的心意 于是当即答应下来 第二年武则天就被接进宫中 而且还是带着有孕之身 第二阶段 成功上位以后的武则天 开始了自己功成夺地的权力篡夺 进而揭开了六位帝皇丸 这个超级皇帝家族的权力斗争 最初由于根基不稳 武则天上还听命于王皇后 而王皇后也不断地在李治身边吹枕边风 盛赞武则天 导致高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武则天身上 但随着李治的宠幸 从萧淑妃那里转移到武则天身上 王皇后开始感到自己实际上是赶走了一头狼 却又引来了一只虎 武则天一人受宠 而王皇后和萧淑妃都遭到了冷落 不过武则天并没有等到王皇后出手 就先诬陷两人意图谋害自己 正迷恋于武则天的李治 当然在盛怒之下 把萧淑妃打入冷宫 并打算废除王皇后 但遭到大臣们普遍的反对 直到李济用了一句 陛下家事 何必问外人 最终彻底奠定了武则天的地位 武后上位之后 便开始马不停蹄地针对 以长孙吴济为代表的官隆贵族 进行打压 而随着李治患上头风 而渐渐不能理政 武则天则开始代理朝政 而随着李治的病长久不见起色 李治开始任命太子李红坚国 李治和武则天合称二胜 不过对于武则天来说 虽然李红是自己的长子 但权力野心极大的武则天 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 恰逢李红又为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求情 虽然此举颇得李治称赞 但却惹怒了武则天 不久李红猝死 识人都说是武则天所杀 但至于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杀 争议比较大 红到元年 李治驾崩 太子李显继位 侍卫唐中宗 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 这时候的武则天虽然退居后宫 但是却掌控有巨大的实权 唐中宗试图以为皇后一族 组建自己的力量 他执意要把为皇后的父亲 为玄珍 升任为适中却遭到了裴炎的反对 并且还跑到武则天那里告了一状 武则天盛怒之下 把继位才55天的李显废除 转而把李显的弟弟李旦扶持为唐瑞宗 其实也就是他的一个傀儡 在巨大的权力欲望面前 武则天已经不惜撕破脸皮 和自己的儿子争夺皇位 而且开始毫不掩饰的垂帘听政 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最高掌权者 第三阶段诸位皇子谋反 或被武则天所杀 六位帝皇丸家族迎来权力争夺的高潮 武则天篡权夺位的行为 引起拥戴李氏之人的不满 先是徐敬业以扶持被废除的 唐中宗卢凌王的名义 起兵造反 接着又是狼牙王李冲起兵造反 最后岳王李珍也跟着起兵造反了 这让武则天非常的不安 于是指使恶名远扬的酷吏周星乙 莫须有的罪名令韩王李原家 鲁王李林奎 皇国公李传 东莞郡公李荣 常乐公主等一众李氏宗室自杀 由此 李氏一族基本上被屠戮殆尽 看着李氏江山已经稳稳当当落入自己手中 武则天感觉可以登基称帝了 于是在他的一首导演下 打着佛教的旗帜宣称自己是弥勒佛下凡 又指使社会各界人士来了一出劝他登基的把戏 对于社会舆论支持他称帝 武则天最后顺水推周地接受 费唐瑞宗为皇寺 并称自己是周五王激发后人 随后改国号唐为周 恢复周王朝首都洛阳 自号圣神皇帝 六位帝皇丸家族的权力斗争 暂时告一段落 以武则天的胜利而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超级家族的权力斗争也已经结束 随着武则天进入晚年后 李氏家族在宰相张俭之的导演下 发动了神龙政变 武则天被迫退位 李氏一族复辟 唐中宗李显再度登基为帝 不过这个唐中宗李显继位以后 却对朝中大臣不甚信任 而是宠幸为皇后一族 这让维氏一族在朝中迅速崛起 颇有再次重演武则天模式的趋势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景龙四年 唐中宗李显在为皇后的导演下 被毒杀身亡 接着年仅16岁的李重茂 被拥立为唐商帝 为皇后被尊皇太后 如武则天一般临朝称制 掌控实权 眼看历史的悲剧 就要再度重演 李氏江山好不容易 刚刚从武则天手里抢回来 眼看着又要落入为是一族手里 这时候 唐玄宗李龙姬开始着急了 联盟联合太平公主 发动了一场唐龙政变 废除了唐商宗 又让被武则天废除的唐瑞宗复辟称帝 至此 六位帝皇丸家族的权力斗争 终于落下帷幕 最终在唐瑞宗这里结束 并以李氏一族的胜礼而告终 六位帝皇丸不仅是对唐中宗李显的调侃 也是李氏和武士两族争夺权力中出现的六位皇帝 就是这么一个本来应该血浓于水的家族 却导演了从唐太宗驾崩到唐瑞宗二度复辟为止 总共长达61年的权力闹剧 真可谓 一入皇宫深四海 从此亲情是路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 在后宫词中说过 最是无情帝王家 在此时 总算深刻理解了呀